现在我们讲一下这个初等变换的方法与步骤就是Row Reduction 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个初等变换 它的可以用最少的步骤来算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Steps 那么它的它的步骤是哪些呢 那么我们首先找 首先找最左边的 就是最左边的第一个非零银行 最左边的非零银啊 我们从最左边的非零银开始 将这一列的第一处将这一个列的第一个出第一个元素以外 全部化成零 而我们从最左边的第一个非零银开始 然后我们把第一出了第一个元素以外 我们就是出第一个元素以外 其他的全部化成零 然后在第一个列掉下第一行 第一行不变 在重复上面的步骤 在剩下的这些行里 在剩下的行里面我们做这个 最左边的第一个非零银 最左边的第一个非零银 那么我们直到最后直到最后一行 直到最后一行 那么这样的一来的话 它就已经变成了 那个rho actual form 这个时候已经变成rho actual form 那我们在之前讲过的我们要做rho reduction的话 我们都是做到reduce的rho actual form 那么我们就从最后一个非零行开始 把最后一个非零银行的第一个非零远 它上方的都化成零 然后重复上一面的步骤 一直到最低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变成reduce的rho actual form 这是它的技巧 它的方法和步骤 这是它的步骤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先把这个先放在这儿 这是它的所有的步骤 我们先是从第一个非零列开始 最左边的第一个非零列 我们把它第一个非零圆的下方全部变成零 然后把第一行保持不变 然后从第二行开始 开始剩下的这些行里面开始 当然如果有最后如果有有一定行 那我们就全部把它放到下面 这是它的步骤 那么它有一些技巧 我们首先我们要知道这是我们要按列进行 也就是我们是从左边到右边 第二个每次找一每次找最简单的 找最简单的数字 为基本 我们是用 我们每次找一个最简单的元素开始 我们每次找一个最简单的元素开始 这是我们做Rule Reduction它的这个方法和技巧 那我们来看一下立体 我们设A 我们用英语写 我们设A等于什么呢 我们弄个 弄个先弄个简单一点的 3接的 4 5 9 4 2 6 5 1 12 那么我们说最简单的 数字 当然是 当然是这个1了 3 3 4 8 4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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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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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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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0 那这时候是reduced 我们要是reduced 我们的每一个第一个非0元应该是1 然后它这个第一个非0元的上方下方要全部变成0 那我们第一到三步做的是 就是把第一个非0元的下方全部变成0 那么5和6 5是倒着做回来 我们先把它化成行阶梯形 这个是reduced 叫行阶梯形 我们先化成行阶梯形 然后再倒着回来 就是变成最简的阶梯形 那我们用我们刚才的这些步骤和方法 我们来算 我们试一下要怎么样 把它化成行最简的 就是reduced 那我们看 首先从第一列开始 那么第一列这里没有最简单的数字 三四它们之间都是 也三和六倒是可以可以化成你 但是三和四你如果直接化的话 会变成分数 那我们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它没有这个这个number1 所以我们先给它画一个1出来 我们把第一行减去第三行 把第一行减去第三行就会变成1 第一行减去第三行 这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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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比较比较简单一点了 好其他的不变 3 4 8 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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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第一行里面现在有 有这个1 我们用这个1作为基础 我们进行化 因为它也是正好是第一行里面的第一个数字 好 那既然是1 那么现在比较容易一点 我们把第一行乘上-6加到第二行 所以这是-1 那这里是-5 乘上-6 加上来 这是6 然后乘上-3加到第三行 这是1 乘上-3的话 这是5 乘上-3加上来 那么这是-6 那么第二行和第三行 其实我们这个看到 我们看到第一行第一列 其实也已经画完了 那我们的做法是在第二列和第三列 第二行和第三行里面画 就是在剩下的部分 考虑它的第一个非0列 那我们把 第二行直接加到第三行去 就是0-1-5-6 那直接加到3第三行 这就是0-0 0-0 好 现在 现在已经是 已经是这个 R R Rule h 就是行阶梯进行的 那么行阶梯形呢 我们发现 我们已经画成行阶梯形的 那我们就是到这 倒回来画 已经画成行阶梯形的 那我们就 现在要把第一个非0元的上方 要变成0 然后每一行的第一个非0元的上方 变成0 那我们直接把 第二行加到第一行去 变成1 0-1 0-4 7 0-1 -5 6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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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这里我们第二行 这是-1 还不是 这个 Reduce row h 因为它是负1,所以我们把它划成1 我们乘上负1就可以了 好,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是reduce rho h form 那我们这个就这个计算就完了 我们发现每一个非铃 每一个非铃行的第一个非铃员的上方下方全都是0 好,我们要记得这个最初最开始是从左边到右边 然后是从右边到左边 我们先是从左边到右边的时候 我们是把它划成行阶梯形 划成行阶梯形呢 以后我们再把它从右边到左边 但是从右边到左边 我们不是从最后一列开始 我们是我们是从最后 最后那一个非铃行的非 第一个非铃员所在的列开始 从这个开始 而是从这一列开始 从右边到左边的时候 好,这是我们第一个立体 那我们可以再看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 如果A 是这样的 我们是 4接 4乘上5 1 1 4 1 4 8 -3 -7 2 -6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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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那我就不写题了 那我们要把它 按照我们刚才的步骤 我们从第一个 第一列开始 那么第一列里面 第一个数字已经是1了 所以我们就不用 不用去交换 我们乘上 我们直接加到第二行去 就是0,6,15,0,负3 乘上2加到第三 那么这是10 乘上2 16加9 25 乘上2 那么这里是负1 乘上2 这是负9 然后乘上负3加到第三 三行去 这是负6 负12加6 乘上负3 24 负24加9 那么 负15 再乘上负3 那么就是9 减5 就是4 乘上负3 21 21减2 19 我们第一列已经做完了 所以第一行 我们先可以补变了 好 我们在剩下的行里面 我们在剩下的行里面 我们找第一个非灵列 那这里 我们先可以把第二行可以化减一下 因为是65 负3 它有一个公因子 3 所以这里我们除以3 那么这是2 5 0 负1 第四行就没什么 看第四行 是0 负6 负15 4 19 然后我们看第三行 第四行 它的第二列的数字 都是2的倍数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2 看成是最简单的数字 因为你乘上负2 乘上负5 加到第三行 和乘上3 加到最后一行 就都变 它的2的下方都变成0了 好 我们先乘上负5 加到第三行 这就变成0了 负1 乘上负5 就是5 5减9 负4 然后我们乘上负 乘上3 加到最后一行去 所以这个也变成0 这是4 那么乘上3 乘上3 负1乘上3 19 减3 就是16 那我们这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第四行 是第三行的倍数 所以我们直接可以把第四行 全部变成0 好 0 2 5 0 负1 0 0 0 我们可以把它先乘上一个负1 我们先把它变成正的 然后我们乘上负4 加到最后一行去 好 这已经是行阶梯形了 是行阶梯形 但是我们我们要把它化成行最简 我们就从最后一个非灵行 开始 最后一个非灵行的第一个非灵源 我们要把它上方的也变成0 所以我们把第三行乘上3 加到第一行去 乘上3 那么乘上3加上来这是0 那么三四十二减7这是5 那么第二行这个已经是0了 所以我们在这次我们可以不变 好 然后我们看上一行 上一个非灵行 上一个非灵行 就是第二行 第二行的第一个非灵源是2 我们可以在这里先做 因为先把它的上方变成0 然后再去考虑它的这个 把它变成1 我们可以先把它乘上负2 加到第四 第一行去 就把它上方变成0 乘上负2加上去 这是负2 0 那么第二行乘上负2加上去 那么这就变成7 0 0 2 5 0 负1 0 0 0 1 4 那么最下方的全部变成0 那么最下方的全部变成0 但是我们第二行 第一个非灵源它不是1 我们最好把它化成1 那就把第二个非灵源它是0 1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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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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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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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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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